乌克兰再度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所定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 蓝天中除了传来密集爆炸声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惊声尖叫 被波及的克里米亚塞凡堡度假海滩 当下显然没想起空袭警报 导致民众躲避不及 酿成至少5死上百人伤 克里米亚宣布周一为哀悼 日并指责提供弹药的美国也该负责 当地官员则直指这波攻击使用的 其实是极数弹版本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早已多次被乌克兰拿来锁定 克里米亚的俄国防空设施 欧乌战争初期美国其实不太愿意提供这款系统 一开始也只提供170公里版本 乌克兰直到今年4月才获得300公里的版本 不过美国人规定不能用它攻打俄国境内 地图周俄国境内绿色的区块就是海马斯多管火箭可打击的范围 其次第二层则是陆军战术飞弹170公里的版本 最外层则是300公里版 等于之间还存有许多俄国空军基地会带来威胁 可以随时起飞战机是来航空导引炸弹 轰炸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画面中几台被波及的车辆最后变成这副模样 几乎瞬间化为废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光是6月份 俄军就动用2400枚导引炸弹当中有700枚锁定哈尔科夫 俄罗斯甚至拿它攻击校园导致建筑被炸穿 克桌椅散落地 而且俄罗斯的导引炸弹种类繁多威力越改越强 俄罗斯前任防长萧伊古三月才视察最新版本的超级炸弹FAB3000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就真的拿来用在俄乌战场 这段20号轰炸哈尔科夫利普齐地区的画面 疑似就是使用FAB3000版本 根据一名俄国军事布洛克说法 爆炸引起的破坏范围达900公尺 残骸还分到1.2公里外的地方 红文时间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也继续在哈尔科夫上演惊险豪钩战 尝试进攻一处俄军战豪 对不愿投降的俄军开枪或丢止手榴弹 不过哈尔科夫其他地方确实有俄军直接举高手向乌军投降 然而乌克兰因为还是不能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攻打俄国境内 战争研究所分析 这使得俄军还是能在海马斯射程范围之外的区域 部署S-400防空系统 未来就算乌克兰开始使用F-16战机 也可能无法有效发挥 叶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